乌克兰人民上街推翻沙皇亚努科维奇 要在乌克兰求个温饱真的不容易 低到不像话的薪水只有少数幸运儿领得到 生活还过得去的则活在恐惧中 总统大人亚努科维奇却在 梅日哥尔耶的豪华住所里逍遥着 所以当这位现代沙皇抵制于欧盟的贸易往来 并拒绝以法治国 乌克兰人终于走上街头 我想也知道跑了一顿好打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涌入独立广场 要求举行临时选举 推翻亚努科维奇 猜猜他如何接招 逃之夭夭去中国了 你们觉得亚努科维奇这样的行径能被接受吗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